这个小女孩感觉喉咙有点不舒服 她用手指抠了两下 干呕了两声 随后拿出了手电 往里照了照 这样的影片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你信吗 而影片装恶魔的盒子 现在还保存在美国某个艺术博物馆 死魂盒的原名叫做飘灵盒 经历过十几年的转手拍卖 本片则是根据第五代买家 博泽坦的遭遇改编而成 故事的开始 两个小萝莉的父亲秋生 今天带他们去二手市场买家具 小女儿阿威一眼就被这个 做工精致的木盒子所吸引 他们把木盒买回家后 父女俩仔细研究 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 睡觉时 阿威好奇心战胜了睡意 她把盒子端到手上 没想到却意外地打开了 里边是一些小玩具 这让阿威觉得很酷 甚至连睡觉都要抱着她 但是自从阿威接触了这个盒子后 行为开始变得诡异 早上一起床 就呆坐在盒子前 秋生从镜子里看到阿威的眼睛 竟然翻着白眼 一左一右从两边分开 她上前查看 阿威却想什么也没发生 愣愣地看着她 吃饭时 阿威的目光呆滞 只是重复着吞咽 秋生让她吃慢点 她反而给了秋生一叉子 随后又连忙哭着道歉 秋生和大女儿阿兰六目相对 两人都有点懵 晚上阿兰刷牙的时候 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她扭头查看 后面一片安静 直到她打开柜子 一大片飞蛾躲到柜子里 阿兰的尖叫引来了秋生 他们俩这才发现 飞蛾全是从阿威的房间里爬出来的 前方高能 有密集恐惧症 请提前把评论打开 秋生打开门 好家伙 秋生打开房间 却看到自己的女儿 被满房的飞蛾所包围 她把女儿抱出来送到车上后 她却什么也不记得 秋生奄奄地感觉 这个盒子有点不对劲 她来到女儿的房间打开盒子 发现里边的物品极其诡异 甚至有动物的干湿 秋生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时间又到了晚上 让小女儿起床变面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手 由于戴着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戒指 已经出现了淤青 现在她头昏脑胀 恶心肝呕 连麻拿手电筒往喉咙里面照 发现从红楼下面伸出来两根手指 再仔细一看却什么也没看着 她认为只是虚惊异常 但真的只是虚惊异常吗 此时的阿威估计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现在的她已经变得喜怒无常 她在上课的时候 调皮的同学用脚勾走了她的书包 当着大家的面拿出了里边的盒子 阿威冲上前 使劲地请她吃了几个大嘴巴子 没什么意外 老是把家长叫来谈话 说出了最近阿威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老是认为问题出在了盒子上 秋生沉默了许久 她带阿威来到了小吃店 问她为什么要出手伤人 但是阿威却说 说她只是在保护盒子里的朋友 而且胃口大增 一直不停地吃 秋生知道 女儿是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一切问题的来源都是这个盒子 傍晚 她趁阿威不注意 偷偷地将盒子带到 十公里外的一个垃圾场 扔了出去 随后才放心离去 但是回到家后 小女儿却大闹着要回那个盒子 甚至自己打自己 然后家伙给秋生 这一幕恰巧被姐姐阿兰看到 在秋生跟阿兰解释的间隙 阿威跑了出去 心灵感应般地向垃圾场跑去 反应过来的秋生 立刻追了出来 两人展开了一场马拉松 阿威飞快地跑到垃圾桶前 连气都不带喘的 第一件事就是立马抱起盒子 慢慢地 盒子开始自己打开 阿威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一大波飞蛾子围了过来 随后 等秋生赶到时 小女儿已经倒地不起 回到家后 妻子阿花将这一切 都怪罪于秋生没有照顾好他们 秋生对此也很无奈 他带着盒子来到了自己的好友这里 好友告诉他 盒子里边暗藏着恶灵 他根据朋友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专业的驱魔师 他将盒子展示给大家 一些人一看到这个盒子 吓得扭头就走 谁也不愿意惹麻烦上身 但是还有一个好心的驱魔师 愿意拯救他们一家 于水深火热之中 两人急忙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 驱魔师对着盒子研究了好一阵 终于让他在镜子后面 发现了恶魔的名字 同时 阿花这边也出现了意外 他晚上去上厕所的时候 被一阵嘶嘶嘶的怪叫所吸引 走过来才看到自己的小女儿 像是一个野兽一般吃食 嘴里还叼了一大块牛肉 阿花想走近点 却被女儿百般阻挠 这下阿花终于意识到女儿的不正常 连忙带着她到医院进行检查 经过合测控阵发现 女儿的体内竟然还有一个人脸 阿花连忙将阿薇抱下来 他们绝望地坐在病房 还好这个时候 秋生带着驱魔师及时赶到 他们把阿薇带到一个僻静的病房内 准备开始驱魔 但是驱魔过程并不顺利 阿薇拼死反抗 突然两眼一白争脱束缚 两只手死死地抓住驱魔师的脖子 秋生冲上前 奋力地拉扯 好不容易才将阿薇拽了下来 此时阿薇已经完全被恶魔侵占 他快速地跑开 秋生再次追了上去 来到一个停尸房 阿薇站在墙边阴森地笑着 秋生拿手机微弱的灯光照明 发现有不明液体滴落在自己的手上 抬头一看 正是阿薇倒挂在自己的头顶 两人扭打在一起 等驱魔师他们找过来时 妇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恶魔良心发现离开了吗 并不是 驱魔师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遍又一遍呼喊着恶魔的名字 此时秋生表情十分痛苦 一股怪力将他直接拖到墙边 盒子自己打开 从秋生嘴巴里跑出来一只阿飘 阿飘跟随着驱魔师的咒语 痛苦地自己爬向盒子 随着盒子自动关上 驱魔也就告一段落 一家人终于回归了正常生活 驱魔师也在电话里跟秋生道别 但是就当他把车开到路口时 突然一辆大卡车袭来 驱魔师的车子被撞得稀碎 但是盒子却在一旁 一点损伤都没有 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有眼光的人